而这场全台湾第一届原住民族时尚产业发展论坛 一连两天在花莲举行 这是知名原民时尚筹牌及青年设计师 各个领域专业人士的分享 也透过培力育成课程 产业交流还有意义结合 让产品兼具艺术性还有实用性 一个人从一开始对自己的专业 坚持不断 以及是坚定不移的态度 包括在美食 包括在策展 包括在杂质 甚至在服装上 甚至是在歌曲 甚至于我们昨天那段分享 马永恩的分享 我觉得他们一直在做坚持的事情 县长徐政卫表示 原住民知识资源是最丰沛的宝库 祖先智慧于当代应用 使得文化得以永续传承 这次的时尚产业论坛非常重要 长期以来县府大力推动 对部落产业辅导工作 透过陪定育成课程 产业交流或是一页结盟 让产品兼具艺术性以及实用性 那阿美祖我们又是 自称是太阳之子 所以呢我就把大太阳底下的 这些补鱼论的表现在这上面 它就变成了跟在地 有密切关联的一个艺术品 因为我一直觉得 有一些艺术品 如果你摆在那个地方 跟地缘没有任何关系 跟土地跟人没有关系的时候 其实那个只是 我觉得那个是会很可惜的一个事实生机 而且是没有旗感跟温度的 花莲縣政府呢 原民处在12月10号到11号 办理两天的原住民族时尚产业论坛 这其实是我们全国首届的一样 这样子的时尚论坛 那我们总共办理了六场次的论坛 都邀请到了在时尚界各个领域的专家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时尚的态度 论坛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我们第一次用公民室审议的方式来进行 那在两天的上午呢 除了论坛的分享以外 会有25位参与者 他们分组来讨论出对于时尚产业 以及对花莲縣政府的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那我们也会在第二天论坛结束 他们会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然后官方有些回应 连续两天的时尚名人精彩分享 以及艺术事迹 11号更是邀请到知名设计师 优席夫以及黄玉伦 等六人进行三场的论坛 让现场民众借此对设计师和贵宾 有更深入的了解 加深大家对原住民时尚设计特色的认识 记者凌杰花莲室采访报道 连一年都还是一直在 一直到现在为止 对 对 对